水浒中最令人惋惜的四好汉,武功强过卢俊逸,却因没上凉山而惨死,水浒传中所描写的108位好汉,尽管其命运大都有着悲凉的底色,但是在很多时候,人们在读到那一些人的时候,往往能够感受到一种快意,这种快意来自于他们超强的武功,因此而能够快乐。 恩仇逍遥江湖,就像是武松对西门庆拔刀,就像是鲁智深对正途护武动善账。也就是说这些凉山好汉的自在快意,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武功,然而在水浒中还有这么四位好汉,尽管他们的武功都强过了卢俊逸,但是却因为没有上凉山而惨死,一生绝学进服东流,可以说是最令人惋惜了。 鲁亭玉是鲁家庄的武功教头,书中说此人有万夫不当之用。当年宋江率领梁山好汉,打鲁家庄的时候多次吃饼,不仅仅是因为鲁家庄的地形复杂,而且也因为鲁家庄的子弟们,大多具有高超的武功,从弟子去看老师。 可见鲁亭玉的武功确实强大,而且他本人曾经战胜了,梁山好汉中的欧鹏、秦明、邓飞。 而以武功高强著称的并育之,孙丽还是他的师弟,只是他本人却在乱战中惨死。 邓元爵士方大麾下的国师,使用一条重打五十多金的膳杖,曾经在阵前与鲁智深交手。 两人斗了五十多个回合,尚且不分上下,而这个时候是武松,立刻挥舞着自己的戒刀。 前来相助鲁智深,要知道鲁智深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,不会愿意以多欺少。 而作为好友的武松对此必然也心知肚明,但他还是这么干了。 可见当时鲁智深其实已经就要失败,而邓元爵的武功也确实高强。 然而后来却中了埋伏而惨死。 李柱是王庆麾下的将领,因为善于使用一柄金光闪闪的长剑,所以被人们称为金剑先生。 他从小就遇到一人转售秘书,后来帮助王庆夺取了很多的城池,在抵抗梁山争讨时。 他只是朝着卢俊义出了一箭,卢俊义立马便败退,可见武功已争争绝世。 只是遇到了修真高手公孙生,那也只有被活捉惨死一条路。 石宝是方那麾下的南黎大将军,在杭州的时候与关盛占了二十回合。 关盛自认为无法取胜,后来不到十个回合愧就斩杀了索超,至于邓飞、燕顺、鲍许。 马林这四名梁山好汉,都是被石宝一刀就砍成了两段,不过石宝本人最终也未得善终,在被围困后自闻身亡。 文庭玉、邓元爵、李柱与石宝这四个人,都是有着万夫不当之勇的好汉。 然而最终却都未得善终,可见武功高强与否,并不是过好人生的决定因素。 人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,最为重要的还是需要,多加思考顺应时代潮流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他。 请用Вы支持小丧与曲线户ot.